都倒了出来 谈及21年前未婚先孕 他坦言作为单亲妈妈 每次家中保姆有事离开 儿子都会给自己疯狂打电话 可谓心力交瘁 他曾告诉儿子自己可以照顾他一辈子 原以为对方会欣然接受 没想到儿子竟甩下一句只是你以为而已 随着儿子年龄越来越大 叛逆也越来越严重 可即便儿子在好奇生父身份 陈秀珠也不会说出来 知道又能怎样 我身边全部的亲戚朋友都不知道 他也没必要知道 采访过程中 陈秀珠还语重心长地劝诫女人 别轻易做单亲妈妈 如果回头再选